最近博尔顿讲得很清楚 他指那个桌子 说台湾就是这个桌角 剩下了整个桌子的中国 他不言可遇啊 那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打算放弃台湾 还是你要用武力捍卫台湾 他说我不会跟你讲 我不会跟你讲 川普有本书叫做这个 叫谈判嘛 里面就讲说 你谈判永远 让人家不知道他的底下的葫芦里 谈到什么样子 这个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川普这个人的话的善变 他善变是装的 就是告诉你 不得了啦 那川普一回来以后 台湾基本上哪有什么呢 我们现在台湾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美国跟中国谈一个价码 这个价码不用什么 有形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就会把台湾出卖掉 所以大家心里都会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看的就有点像吻别里面讲 一出悲剧正在上演 你知道吗 那感觉上就是 跟台湾现行的状况要吻别了 因为你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说川普本身在 因为他接下来的时候 他会变得加厉 苏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提到川普这个变数 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呢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 就说最近在这个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的精英都得到一个共识 虽然他们台面上都说 对于这个美国的选举呢 他们都说还难以预测 但是呢他们私底下都认为 川普很有可能会当选 可能会再来 那我们知道说川普他本来 他的性格就是很善变 所以呢 大家有在想 那如果是他再次的当选的话 那对于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英国的经济学人呢 有归纳了几个预测 包含呢他的内部会加征关税 然后呢可能会放弃乌克兰跟台湾 还有用交易的方式来对待盟邦 这个部分可能对于台海之间 会产生有更大的一个变数 这个川普的变数啊 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教科学方法论的嘛 我们做判断的话呢 要预判 预判呢我们依据的原则 就是要大概率 就是说大概率 现在的话呢 川普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了 川普的话呢 在前面两个州嘛 就是埃尔瓦跟那个纽海拟 他都是大有斩获的情况下的话 大家都是做好 已经川普会发生 川普变成第47任总统的 这个准备 就是很明显的 然后呢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刚刚提到了 他对美国内部的话呢 会延续美国的保守思维 认为美国本身就 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另外他要发扬一个 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 他任何事情的话 就会划不划算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台湾有句话叫刹地弹 就是北约也刹地弹 然后欧盟也刹地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美国这个国家 它的发展的策略 有一个效应 就是它这个美元 本身变成国际流通货币以后 美国这个国家 拿进口当武器啊 美国人又便宜的 牛仔裤跟球鞋 还要说我不买你 你还下得要命 因为他自己本身 拥有国际货币的硬币权 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非常了解 原来我觉得川普 有点傻乎乎的 后来我发觉 他的计算方式 是很清楚的 因为我坦白讲 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 都申请过美国留学啊 我们都觉得美国人很傻 我们的数学的话 到美国就称霸 然后到美国还有奖学金 然后留下来 在美国通工作 改变命运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川普现在通通发觉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傻 你通通拿钱来跟我计算 所以说这里头当中的话 川普说呢 他会缔造三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说 二十四小时内 这个折连世纪就完蛋了 那乌克兰就结束了 普京的话呢 就跟他妥协 这是第一个奇迹 大家都想不透 然后第二个奇迹的话 就是说 我在这个当选的时候 这个台湾啊 最近博尔顿讲得很清楚 他指那个桌子 台湾就是这个桌角 剩下了整个桌子中国 他不言可遇啊 那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打算放弃台湾 还是你要用武力捍卫台湾 他说我不会跟你讲 我不会跟你讲 川普有本书叫做 这个叫谈判吧 里面就讲说 你谈判永远 让人家不知道 他的底下的葫芦里 尝了什么药 这个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川普这个人的话 的善变 他善变是装的 就是告诉你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他明显的会支持以色列 他支持以色列 得罪了乌克兰 又得罪了台湾 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本身有我的优先顺序 然后我本身 我就是喜欢以色列 因为家里 他那个漂亮的女儿 就是犹太人嘛 所以说他基本上 就这种认识 就这三点是很明确的 这是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会发觉 哇 不得了了 那川普一回来以后 台湾基本上哪有什么呢 我们现在台湾 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美国跟中国 谈一个价码 这个价码 用什么 有形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就会把台湾出卖掉 所以大家心里 都会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看的 就有点像吻别里面讲 一出悲剧正在上演 你知道吗 感觉上就是跟台湾现行的状况 要吻别了 因为你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说川普本身在 因为他接下来的时候 他会变本加厉 因为美国本身 拜登总统现在的所作所为 他自己都不确定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川普的儿子 小唐纳川普 在发表对乌克兰看法的时候 是表达他爸爸的想法 就是说乌克兰从头到尾 光花我们美国钱 然后用这个假战胜的消息 来骗我们美国人 然后实际上的话 大家一开始 没有一个人认为俄罗斯会输的 那以这种情况来讲 台湾的未来 那不是很明显吗 有人说这个川普 再加上赖清德呢 是对于两岸关系 是最糟的一个情境 我请教一下赵老师怎么看 现在我们都假定 川普一定会赢嘛 看起来他的民调 现在目前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是这样子啦 因为会假定是招的主要是因为认为这好像赖清德要搞台独嘛 那搞台独的话 那么川普他刚才这个袁教授也讲嘛 那么川普他这个不确定很难以预测嘛 很难以预测 所以你赖清德 刚才亚中也讲嘛 赖清德只有把前途整个都交给美国嘛 那你要交一个不可测的嘛 那当然是最危险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可测的我自己要有自主权 有战略自主 我想法国也好 马克龙也好 德国也好 我想他们会比台湾会安心一点 比较安心一点 他们也是盟国 因为你晓得川普一向是单打独斗嘛 拜登是拉帮结派 但是至少在欧洲国家 他还可以能够有点自主 是不是 那台湾你没有啊 你全部交给不可测的东西 那当然是危险嘛 不危险有鬼的 是不是 一定是危险嘛 不过我刚才我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昨天出席教授 他我们老朋友他昨天把书寄给我 我还没看啊 不过我在这里啊 我有两位都是专家 他刚刚要合脱跟这个斗 这个对我们讲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讲将来就要合也要脱也要斗 其实这三个概念 其实是用辩证来看的 坦白讲我们讲脱是个战术啊 我们讲英文里面叫mere through 邓小平讲摸了石头过河 可是他摸了石头过河 他过河他有目标的 所以脱这个战术 我要摸了石头过河 我要看情形 姓资也好 姓社也好 我就用社会主义 也用资本主义 可是我的目标是一个 所以换句话说 你脱的话 你的目的是要合呢 也是你目的是要斗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斗 比如说目的要斗 你这个脱的意思 在脱的过程当中 你要壮大自己 要有斗的本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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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目的是如果要和的话呢 要和 所以我用那个和 其实我不晓得 这个是用和平的和 也是用和做的和 那你如果是用和平的和 如果你用那个和平的和的话 大家都要和平了 像赖金德要和 每个都要和平了 所以我宁愿用一个 另外一个概念来讲 就是我斗的目的是要目的 要拖延这个时间 壮大自己 可是我最后的目标 我是要跟你和的 我用那个和 和平的和 或者是第二个 我要拖的目的呢 让我有更大的本钱 我要跟你斗 比如说我用一个读 我拖的目的是要来读 我拖的目的是要来统一 比如说统一 这不同的目的 对对对 是不是 他讲的是和平的和了 你这个和平的和是更好 我讲是和平的和 那你用和平的和的话 那斗的过程 我也要和 你说他就是讲话里面 都要和 这次三党的竞选的时候 都要和 都要对话 可是他就是没有讲出来 如何对话 那如何能够达到和平 和大都要 讲给台湾内部听的 讲给台湾内部听的 台湾人什么都要了 对所以啊 所以我是觉得啊 这个拖不是什么坏啊 那个当年李登辉 也是一个战术 时代国统纲领 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明居正两个嘛 我拿了和平和这个国统纲领到大陆去 去兜售嘛 那大陆跟我讲 你少来了 你这个时候代变港铃 你这个代变港铃 整装代变 可是对 可是这个李登辉这一招是很厉害 是不是 初级阶段 什么中级阶段 到远程阶段 你到了远程阶段的时候 而且还要自由民主 均负 那什么时候到自由民主均负 是我来决定的 这是个拖的战术啊 所以当年老公一看 你拖了 可是问题他至少拖的目的 我是要统一啊 是不是 当年是要统一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拖的目的是什么 要往哪里走呢 我说 你刚刚问前面的问题 做这个问题做补充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目前的战术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基础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跟我下单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